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现在我来到了当年 我因为收到贡卫乱诉的船票之后 我曾经误过轨 也准备跳过海 我现在故地重游 来到了曾经拍摄过这些片段的地方 现在这些地方也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模样 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一块到唯一温哥华白石镇的老黄的外景地 去看一下 去年的影片中 拍摄的卧轨的 准备卧轨的地方 就是这条铁路 这条铁路它现在还是开通的 只是每天过往的列车是很少 我大致就是在这个位置拍摄 旁边就是白石镇 大海以及具有标志性的站桥 也在它的旁边 好 我们现在跟着我的镜头到另外一处 就是曾经在那个海边 常谈了自己对文贵先生爆料革命 犯下的许多错误的深刻反省 那么这个就在镜头的前边 但是因为现在是退潮了 整个的原来的那个海水不见了 好我们现在 先到跟着我到桥上去走一圈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了桥上 在2018年应该是烂塑 说要起诉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跑到这边 对面是美国 好像我还在深情的向文贵抛媚眼 媚眼变成白眼 说文贵放我一马 放我一马 妈妈妈妈妈妈 后来文贵也没放我 还继续盯着我宿 我也没辙 文贵这个人就是 你得理要饶人的呀 况且你不得理 不得理还不饶人 有点说不过去 一会儿我们就到 我在海边忏悔的那个地方去看看 今天气温有点凉 中哥华这边的温度是7度 但是在海边我估计应该在5度上下 所以还是有一点问题 这边上的应该是印度人 明显发现印度人多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加拿大去年 大约差不多也将近40万移民进入 那么印度人已经排名了第一了 可能有超过10万人 就从印度移民过来 因为他的现在移民政策改变了 那么这种改变呢 对印度人非常的有利 中国呢是排名第二 大约14万人左右 从中国大陆过来 那么台湾跟香港呢 这个人数就很少 台湾好像只有几千名 六千吧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啊 就是现在加拿大移民呢 是中国印度菲律宾 这个就占了可能一半左右 这样就导致呢 在未来的30年 或者更短的时间之内呢 很多的地方就变成是一个亚裔 为主的城市 这其实呢 我认为对整个加拿大所说的什么多元文化什么的 其实也是不利的 我相信他这个政策以后也会做一些调整 那现在呢 印度人比较嘚瑟 在加拿大的政坛呢 印度人也是独领风烧 加拿大国防部长也是由印度人担任 加拿大在内阁当中呢 还有好多个席位 而华人呢 只占到一位 那么这就说明了 其实 在华裔啊 就是在加拿大的比例呢 比印度人要多几十万 我想想 对多几十万 华裔差不多是一百六七十万 印度裔是一百一十万左右 那么这个就充分说明了 华人现在 在加拿大政治版图上面是没什么位置的 有的时候呢 要认 也不能不认 各位观众 那现在西洋下呢 老航我呢 就是来到了桥边了啊 跟大家呢 畅谈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心情啊 因为故地重游啊 想当年呢 文贵把老航我呢 逼到了这边 今天呢 虎汉山又回来了啊 看到呢 虽然海水没有了 但是文贵还在 哎呀 这文贵 你怎么这么顽强呢 我本来以为你蹦大概一年半在嘛 就差不多了 但是呢 你生命力顽强啊 而且呢 还一个套路骗三年多 骗骗骗骗骗 把川普都骗到了你床上了 哈哈 说这个床上就是说 郭文贵不说吗 他他睡的 川普睡的床吧 哎 这个文贵 你这个 你下次就 我估计你下次啊 你快跟外星人结婚了 反正现在你是单身嘛 没有婚约嘛 啊这个边上呢就是 呃 当年 我拍摄那个影片的一个 一个墩墩 我来去看一下 哎 这个呢 大家看到前方左侧呢 就是 那一次呢 我拍摄 那个 海边向文贵 啊 承认错误的场景 哎 这边还是有水的 啊 那前面没有水 那个啊 我们到 我们到下面去看一下啊 嗯 那个海鸥笙笙呢 啊 还是特别的 哎 这个 这只 这只鸥啊 就在 就在边上了啊 不怕人了啊 我们给它来个镜 我们给它来个镜镜啊 哎 到下面去看一下啊 哎 哎 那个 2018年的时候呢 我 拍摄的位置 就应该是在这 就在这里 嗯 绝对 就在这个位置 嗯 这个位置 现在呢 这边水少了一些 不过呢 还是差不多 嗯 当年的 那个模样啊 嗯 还是这个样子 啊 我们到这边 过来看一下 嗯 这是桥墩下面 呃 碰到一对情侣啊 那桥墩下边啊 从这里看过去 还是有一点狼桥的感觉吗 哈哈哈哈 当然这个是不太一样 这边是海堤 啊 海堤吧 叫啊 海堤 这边还有一些 也是 都是情侣打扮的啊 哎 这边上也是啊 啊 这边两个也是啊 啊 从这边看白石镇呢 嗯 还是 挺好的 各位观众 有现在呢 嗯 我们从桥的边上啊 这个拍过去 西洋 这个泛着灵光 在海面 对面的美国呢 也是清晰可见 哎呀 文贵啊 游过来吧 啊 不过你在美国东部 一时半会儿游不过啊 要游过来我就来接应你一下啊 各位观众啊 那个 我现在呢 就是来到了这个桥的尽头啊 呃 我远眺呢 呃 这个美国啊 心情呢 呃 还是 有一点 呃 不能说喜悦 因为毕竟呢 呃 跟文贵纠缠了三年多吧 呃 我其实有一种沮丧 我就看到了像文贵这样一个精神的毒瘤啊 啊 精神的 应该说是病毒吧 呃 呃 他既今呢 还在侵蚀着我们华人群体 那么这个呃 是让我很悲哀的地方啊 当一个骗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那么在中国呢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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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吧 呃 feet 呃 呃 方式行走江湖的话 像郭文贵这样 他最后的下场肯定 使他意想不到 但是在他没有覆灭之前 他还有某种幻想 他觉得上天还可以给他什么礼物 但是文贵现在越来越发现 上天已经越来越不眷顾他了 上天要给他的是惩罚 而不是任何的奖赏 那今天我就先播到这里了 因为封禁了十几天之后 我也觉得需要出来走一走 人在一个封闭的地方 待久了的话 确实不是特别好说 不过有些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是老黄啊 你可不能待14天就出来 你得待42天 你就说半年算了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规定 他是要前往过武汉的人 才需要在家中待上14天 而不是从中国大陆前来的人 这是我入境的时候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规定 我们不过呢 这个我们要自觉一些 我们提高了这个要求 那个然后呢 就待上了这个14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一会儿呢 我还要回去 给大家呢 做晚上的节目 今日戏锅秀 再见